我承认 你是我遇到过 最难对付的对手 我顾时军想做的事情 还没有做不到 处心继续地接近我 你到底想做干什么 你还是我认识的林建修吗 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 一个为了一个 私心帮助恶人的人 一个导致恶人变成恶人的人 原来又是利用我来攻击顾持久 不觉得你自己很卑鄙吗 既然林建修那么下流无止 那我一定要迎头正面打败他 我一定会站在你的身边 和你并肩作战 林建修 你也太狠了吧 这次爆炸案的诸实做了小斋 我一定是为幕后指使 为什么这件事情你要叉合起来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一步步堕落下去 毁了自己 滚 那这次非常荣幸 可以够良好 和时光之城 你帮我联系盖亚 说时光之城我见了 这一次 我一定要和秦子晴连妹出演 接下来至少三个月内 我们必须得朝夕小看 这样只能给我更多拒绝你的机会 子欺 谁 谁在那 这位是你的新术 许臣 是你 是你 希望不要更新我开出注意的心情 原来你就是大家口中的那位大明星顾持军啊 许臣 林建修 一定非要我用这种方法 把你带到公司呢 我对经营公司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个人来头不想 他就是刚刚回国的林家二公司 看来还真不能想下去 我只要四十分钟 上班第一天 比横传亚马逊丛林还累 我听你面试那天说 你是梁岡的粉丝 姐 为了梁婉婷 说这么多苦值得吗 妈妈 妈妈等等我 甚至不惜在顾随君身边做助理 到底想说什么 家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 爸爸他 我们的警察结果已经出来了 妈 你的父亲一切是为爱 我和你爸已经离婚了 许臣是一个 看上去活泼开朗 内心却十分渴望亲近的女儿 我真心希望您 能够面对许臣 面对许教授 婉婷 婉婷你别走 不要扔下我和小珍 妈妈 我和爸爸会一直等您 等到我们一家团聚的那一天 这是你的车吧 为什么要停在这儿 早上乱停车的时候 有考虑过别人的感觉 你到底是谁 你为什么会拿出许臣的手机 我是许臣的青梅竹马 我啊 原来和那个林静修待在一起 你怎么来了 我为什么不能来 不是迷上攀岩的吗 你倒是攀一个给我看看 攀岩就攀 谁怕谁啊 好啦 别吵了 比赛开始 小珍 小珍 你们有什么事吗 先上班 这个包还挺好的啊 就他吧 你的新包 这个包是给我买的 为什么和林静修走那么紧 我不是让你离他远点吗 我下班后的时间 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我跟小珍关系有多近 那是我 怎么是你 你请假 不会就为了这个男的吧 这是我弟弟啊 你好 你叫他们什么 对啊 对啊 你们俩怎么不是一个姓啊 不是一个姓 还在一起住了很多年哦 你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 为什么我们两个不能在一起啊 因为我 我 喝好这一点啊 你看 送你个礼物 我姑姑 你们做早饭啊 姐 辞职别干了 明天就辞 你 天才 志军哥绝对是个天才 走了 我不走 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的 小林总 小林总 我已经有解剖的人水了 谁啊 是我 你 爸 你之前不是都说我没什么人生目标吧 我告诉你 现在有了 哦 那你什么目标啊 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好好工作 好 不错 追到许珍 啊 她说 她喜欢许珍 把许珍 从林锦修的魔掌当中解脱出来 有我张志的在 肯定不会让你表白成功的 小珍 我我我我我我 卫山 我很喜欢你 这些气球 鲜花还有烟火 都是为你准备的 啊 顾志军和程佳怡交往甚密 男神顾志军和程佳怡是一段 别吃醋了 你是不是发烧啊 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是看在你和许珍青梅竹马的分上 我门都不让我进 笑话 我来你家住 完全就是自虐的行为好吗 居然很可爱心早餐 你在干嘛 这是我做个许珍早餐 我的助理 不小心把你们的道具恐龙弄坏了 明天发布会要用的这个道具恐龙 很重要 所以能不能麻烦大家 今天加个班 再做一个 你 习惯上了一个人 想到他的时候 心里就不够不知天 这个就是爱着肯定的变形 你怎么了 妆还没画好呢 你要去哪儿啊 许珍 我只是单纯地想和您在一起 你只需要向我迈进一步 剩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 都由我来走 有个喜欢制造惊喜的男朋友 感觉挺奇怪的 许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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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他完全配不上我们的完美老公 你为他完全配不上我们的完美老公 但是现在这股购买 已经波及到了顾池君 更波及到了整个时光之城之内 顾池君 演艺事业现在对你非常地重要 我真的不想因为自己而影响到你 许珍加油 你跟顾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和顾池君先生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是应用工作 喜欢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你们不是固的艺人 你也在训练吗 许珍加油 你一定要帮我 你一定要帮帮我 善良单纯的李倩儿是无辜的 一定是有第三方在故意操纵 您对李倩儿的关心 似乎有点过头了吧 还是安心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吧 刘宋洁 刚刚遇到的那个人好像有点眼熟 看来刘宋洁的药 的确是别人动的手脚 就是这个人 许珍 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颜香了 但是为了你好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靠近我们父子二人 为什么许珍说我看到是一个黑衣服的人 我会解决她的 错 就错在许珍知道的事情台上 不错 既然这火已经烧起来了 那就让她烧得更旺一点吧 我刚才来找尼文的时候也看到一个奇怪的人 她股子高高的 穿着一身黑衣服 站住 她像个影子一样 一直出现在我的身边 黑衣人是林静阳指使的 在那个录音恐龙当中 藏着林静阳八年前犯罪的证捉 就算林静阳真的想做什么 我们也不会轻易屈服她 林静阳 你们这个世界上不通风的伤吗 你把我关在这儿 你做的话是她们要人知道了吗 子清拼了命地跑出来 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说明林静阳现在已经有所行动 我们必须抢先一步 找到游戏 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 好 固执军就像一颗被引人的炸弹 随时有可能爆炸 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 挡在我城空的陆圈 你绝不允许 林静阳力 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 别用你那些可笑的道德观来绑架了 我不会再这样让人下去 是时候该让她长点孤独 盖牙娱乐 压榨李清儿事件的真相 都在里面 我给您看这份文件 让您认清楚您的大儿子 林静阳的真实名 测详几层战压 这么多年 到我发生了什么 十年 逼我的 下车 林静阳 所有的素材都给我毁掉 他一个人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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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收到法律的制裁 有些事情你不该管 小贞的是我必须得管 这件事情跟四海人都没有关系 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承认 哥 你都保重了 小剑 小剑 你的戏份还没有杀青 你现在走了 电影怎么办 完全是因为林静阳 让我们二十四小时之内 必须离开 时间已经过了十二点 他一个人待在剧组 非常的危险 停下 许臣 许臣 我害怕从此以后 再也见不到 结局或许感伤 有你 多奢侈的梦想 习惯 才伪装是小强 仅有的温存 时光之城 是你的兴趣 我问你为什么保护他的 小恐龙破头而出 我们的电影 时光之城 也终于开机了 我愿意为了你 舍弃所有抚摸 放弃尊敏 你想要的 不过是一个 疲憋反反的爱情 在眼泪抹下 在眼泪抹下